鮮業的花束 農曆春節前 台北建國花市客人絡意不絕 在花農忙著招呼客人的身影中 这群人的双手也没停下来过 春节的时候我们是最忙的时候 就是还是 有事故可以来帮我们做支援回收 让我们让石像可以回收再利用 我觉得也是好 每个礼拜六来 那节日来特别帮忙 一天收两次非常感恩 感恩你 感恩你 感恩老师 家住建国花市附近的陈美金 做环保做了二十多年 76岁的他手脚依旧俐落 上年不是说 用鼓掌的双手做环保 那时候我是在办公室在做 那后来我也退休了 全心全意在花市 很感恩他们提供我们指向 我们才有事情做 那我们在家干嘛就看电视 没有意义 一亿年节 别花市延长营业时间 慈禧志工从一月底就开始跟着 加强回收 负责驾驶环保车的志工 得牺牲与家人围炉的团聚时刻 往年是我吃完年月饭 早一点吃然后再过来 那因为今年我开环保车 环保车一定要比 所有的菩萨来得糟 所以我变成时间要浪质了 就比较暗胜的 我们是清静在源头 所以我们那些比较脏的东西 就会把它先舍弃掉 就为了环保菩萨的安全着想 尽量就是赶快地把资源 可以分类都分好 以后让大家可以赶快回去过年 志工用他们的行动力 展现爱地球的心 在清静大力的同时 也欢喜迎接新的一年 白新闻知识李志工将冒欠开的报道